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過 在我們的樂器警管後方 這邊有一個我們八度鍵的泛音連桿 那這個連桿呢 跟我們警管後面這個金屬條 它其實沒有一定要百分之百完全的對齊 它其實是有些彈性空間的 因為我最近發現有一些學生 他為了要把這個位置完全切齊 導致他在演奏的時候 姿勢上面並不是那麼的舒服 好那我這邊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這個警管其實它有稍微 左邊一點右邊一點的空間 那包括我們的吹嘴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需要根據我們自己 實際的需求去做一些簡單的微調 因為有些人吹樂器的時候 會習慣放得很中間 或是稍微往右邊靠一點點 因為每個人的身形不一樣 或是你用的樂器品牌不一樣 事實上有時候真的會有一些角度的不同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當我們身體佔定位之後呢 我們要把樂器調整成 符合我們需求的樣子 而不是他今天有點歪歪的 我們身體去配合他 這樣你練久了之後 身體是會很容易不舒服的 那我相信這個小小的細節啊 可以幫到很多人在吹樂器上面 會身體不適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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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